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在這同大家更新一個特化消息, 在今日7月10日上午11點07分,香港警方接到一個女人報案, 就說她在土瓜環碼頭圍堵地舖對開,就同她的前夫在吵架, 這段時間她前夫竟然拿著把剪刀,然後就將一個石油器官放在街上, 現在警方就封鎖了一段路面,就同她展開遊說。 而香港的運輸署亦都宣佈因為突發事件, 碼頭圍堵往九龍城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就已經封閉了, 而這些駕駛人士只可以用剩下的行車線去行車。 看回新聞所講,就說她是試圖引爆一個石油器官, 有時候好像這一類這樣的事件真的會傳染, 好像你個個都現在有一把刀在身那樣, 不過她都好夜的,哪裏找個石油器官出來隨身帶著的, 石油器官都不輕的,暫時按照最新的消息, 還未可以勸服到她,就現在警方還在遊說中。 如果有什麼新的資訊,再同大家更新吧,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拜拜!